哎 阿姨呢 阿姨呢 哎 妈 你来这干什么呀 这不是你快到生日了吗 我给你带点好吃的 我和你爸亲手给你包点粘豆包 还给你带来点菜 哎 行了 行了 我都跟你说过不要再来看我了 这城里什么没卖的呀 这都是我和你爸亲手种的 在城里能买到吗 快带走 哎呀 你快回去吧 一会真人看到我丢不丢人呢 走吧 走吧 回去回去那我不要 老公 这位是 哦 我是阿诚的邻居 阿诚的妈让我给她带点粘豆包 对对对 邻居邻居 粘豆包啊 我最爱吃手工包的粘豆包了 谢谢您阿姨 阿丑 我吹钥匙好像忘拿了 你去帮我拿一下吧 哎 行行行 邻居阿姨 您能帮我把这些提上去吗 行 我可能吃了 一口中央玩家 咱们吃了一个水果 也不吃了一口中央 一个水果 我rocco就吃了一口中央 一口中央 dump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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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进来歇一会儿 阿姨就不进去了 哎 为什么呀阿姨 今天走了很远的路 血也脏 焦也臭 我怕脏了你们的地板 没事阿姨 您就放心进来 阿姨 您怎么不做呀 快坐下喝杯水 哎 你怎么还进来了呀 是我让阿姨进来的 阿姨实在是太可怜了 你说她养个猫啊狗啊 什么的还懂得感恩 可是她忍受十月怀 她又辛辛苦苦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 竟然是个白眼狼 老婆 你都知道了 可我妈就是个农村人 我农村人怎么了 农村人不伟大吗 农村人不配让你喊一样 你还生妈是吧 当你妈妈说她是你邻居的时候 你的内心舒服吗 百善孝为先 一个人她就算有天大的成就 她不懂得孝敬自己的父母 那她就不是人 还说你妈是邻居 还说你妈是邻居 有哪个邻居亲里迢迢 徒步那么远来给你送吃的 当我去拎那个袋子的时候 我发现她是那么的重 我都拎不动 我当时心都碎了 妈妈送来的不仅是一份吃的 更是她对你全部的爱呀 她扛的是一座山 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能做到 今天是你的生日 但你别忘了今天更是妈妈的苦难日 阿诚 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不希望你让我觉得是我看错了人 老婆 我知道错了 你该道歉的不是我 妈 儿子你这是干嘛呀 快起来 阿姨 不 妈 我跟阿诚已经结婚了 您就是我亲妈 以后您跟爸就在这儿安心住下 我就是你们的亲女儿 走啊 走 咱们一起接爸去 哎 哎 好儿媳妇儿你怎么打我呀 我 妈 你也是女人 为什么总是要这么无中生友处处相逼呢 难道你非要把这个家搅和散了才开心吗 你一个外人竟敢这么厉害 好 你不是想离开这个家吗 那我就给我儿子找的更漂亮更年轻的 妈 你知道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 在我父母那儿 我也是他们的心头肉手中宝 结果嫁到你们家我却要处处忍让处处受你们欺负 你们到底还要我怎么样 你 你就不能让他吗 他是我妈 你这样做有没有把我放眼里啊 我儿子肯定是向着我的 这里永远是我的家 你根本就配不上我儿子 如果让我儿子在我们两个之间选一个 那肯定是我了 李成 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对 我不会因为一个女人放弃我的家人 毕竟血缘关系是剪不断的 如果你们俩非要我选一个的话 我肯定选我妈 女人嘛 没了我可以再找 哎 你凭什么打我儿子 这一巴掌 是给我们的婚姻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我嫁到你们家这些年 苦苦地经营着这段婚姻 我不是在向你要过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我没有困欠你们任何一个人 可我换来的是什么呢 是你们一次次的辱骂和无止境的欺负 这一次我不想再忍了 但是从这个家离开的不是我 而是你们 这是我的家 你凭什么让我们走 凭什么 就凭这套房子是我爸妈给的嫁妆 就凭你们吃的用的都是我的 就凭你身上这套衣服也是我给你买的 李成 我们毕竟是浮起一场 我不想把话说得太难听 我也不想动手 所以现在请你们立刻马上 从我家出去 家家的 出去 我去 妈都说了不喜欢吃都不知道从做 也不知道要你干嘛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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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打人可不能打脸啊 我可不想让外人说我 是恶婆婆 你说你今天要把这个事说出去 我打败你的狗嘴 你说你今天要把这个事说出去 我打败你的狗嘴 妈 你怎么来了 这不是展条到土地下蛋了吗 妈给你送料过来 妈快进来 爸爸 爸爸你怎么了 没事妈 刚进门我就看你不对劲 你是不是身体哪儿不舒服 没有 我可能就是最近没休息好 没事 你是我生的 你好不好 我坏人不知道吗 妈 你来了 给我办 妈 妈 你可不能欺负爸爸 怎么可能呢妈 我这么老实我咱俩都挺好 走 进去啊爸 爸妈 妈这次来准备在这住两天 请我自己当小展 正好妈过来给你演好生气 爸妈 你到底怎么了妈 妈 妈 我真没事 我有可能就这两天没休息好 阿成 这到底怎么回事 该不会是你打的吧 是我儿子打的又怎么样 我们家的事你少管 你们家的事我管不着 但是打我女儿就是不行 装什么装啊 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哪个儿媳妇不得被婆家调教调教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过两天不就好了啊 少在这给我提什么陈这么烂谱子的事 别人怎么样我不管 我的女儿谁都不能欺负 还有我听你这意思还挺支持啊 你可真是为老不尊啊 老太婆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了 你眼里还有我妈这个亲家吗 好一个亲家 作为长辈还纵容自己儿子 对自己儿媳妇下徒手 你没这样的亲家 我们高开不起 你怎么说话呢你 我说的不对嘛 还有你阿诚 我女儿平时在我们家 我们都拿她当宝贝一样疼她爱她 我跟她爸 一根手指都不舍得动她 可是在你们这儿 你们却让她受尽了委屈 今天我这个当亲妈的 一定要为我女儿讨个公道 公道 她是我主来的女人 我们家的事就不用你跟外人操心了吧 再说了 你们一家人都是痛痛认出来的 可不比我们家有钱有事 哎 你快看我儿子 我给你拼了 你为你儿子可以拼命 我也可以 我女儿她善良 但不代表她就要被你们欺负 既然你们不能好好对待她 就把她还给我 是 我是母亲出来的 没钱没背景 但你们要敢再这样欺负我女儿 我就想活出我这条命 也要让你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 爸爸 这样的家庭不要也罢 走 妈带你回家 我的乖孙女儿啊 奶奶想你了 上学去了 哎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我什么态度 从我孩子出生到现在 她有看我孩子一次吗 嫂子 你得大度点啊 大度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你没有吃过我经历的苦 凭什么劝我大度 你 妈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闺女下个月就要生了 我去伺候她做叶子 那您走了我怎么办呀 我闺女才是我心生的 你就是个儿媳妇 那始终就是个外星人 我将来还指望我闺女给我养老呢 这好东西我拿走了 妈 那是我妈给我买的补品 你妈就是个住地的 哪来的钱买这些好东西呀 还不是花我儿子的钱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还缴电是吧 对了 这个月的生活费你还没交呢 赶快给我拿出来 既然您都说我是外星人 生活费找您闺女要去 孟真 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赶紧把钱拿出来 我 哎 你怎么还喷伤嘴呢 你不知道自己是个孕妇吗 仇恋呀 你简直就是徒财害命了 可怜我那还没出生的孙子啊 你们够了 我 我压根就没喷什么香水 行了 别说这么多废话了 赶紧把钱拿出来 我就说嘛 这孩子是亲生的好 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白眼狼就是不一样 哎 对了啊 你生出来的孩子别指望我给你带着 我可没那义务 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干啥 这么多年来 我虽然没来看过孩子吧 但我心里一直很想他 妈 您是真的想孩子吗 可您在外面是怎么说的 说我是个毒妇不让您看孩子 您有主动来看过孩子吗 你生的孩子你让我看 那要你这当妈的干嘛 你要是觉得委屈 那你当初就别生啊 我没有强求您帮我带孩子 但是只求您别在背后诋毁我行吗 还有您别忘了 当初是您求着我生的 说生下来奶奶疼奶奶养 前两年我孩子生病 我让您过来帮我带两天 您怎么说的 您说您腰酸背疼 我看您除了心不疼哪都疼 你怎么不骂说话呢 哥 你都听到了吧 我早就跟你说这个语言心眼不好 我心眼不好 我唯一不好的是眼神不好 没有早点看清楚你们一家子人 行了别说了你 李成 你平时窝囊就算了 现在他们都欺负到你老婆头上了 哎哟我的乖孙女儿啊 你妈她就不让我来看你啊 奶奶是想你啊 妈 孩子长这么大 您是给她换过一块尿布 还是给过那一块糖 妈 我来照顾她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了什么心 现在她老了 不能帮你带孩子做家务了 你就想起我了 你如鱼算盘打得不错呀 你 婆婆 十年看婆十年看喜 先有好婆婆才有好儿喜 我当初需要您的时候 您对我不帮不衬 现在凭什么要求我来善待你 所以现在请你们立刻马上 拿着自己的东西 从我这个外姓人的家里出去 陈陈 出去 我的乖孙女儿啊 奶奶想你了 上学去了 哎 这是什么态度啊 我什么态度 从我孩子出生到现在 她有看过孩子一次吗 嫂子 你得大度点啊 大度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你没有吃过我经历的苦 凭什么劝我大度 你 妈 你这是要去哪儿呀 我闺女下个月就要生了 我去伺候她做月子 那您走了我怎么办呀 我闺女才是我新生的 你就是个儿媳妇 那始终就是个外星人 我将来还指望我闺女给我养老呢 哎 这好东西我拿走了 妈 那是我妈给我买的补品 你妈就是个住地的 哪来的钱买这些好东西呀 还不是花我儿子的钱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还狡辩是吧 对了 这个月的生活费你还没交呢 赶快给我拿出来 既然您都说我是外星人了 生活费找您闺女要去 孟真 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赶紧把钱拿出来 我 哎 你怎么还喷香嘴呢 你不知道自己是个孕妇吗 仓孽呀 你简直就是徒才害命 可怜我那还没出生的孙子啊 你们够了 我压根就没喷什么香水 行了别说这么多废话了 赶紧把钱拿出来 我就说嘛 这孩子是亲生的好 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白眼狼就是不一样 哎 对了啊 你生出来的孩子别指望我给你带着 我可没那义务 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干啥 这么多年来 我虽然没来看我孩子吧 但我心里一直很想他 妈 您是真的想孩子吗 可您在外面是怎么说的 说我是个毒妇不让您看孩子 您有主动来看过孩子吗 你生的孩子你让我看 那要你这当妈的干嘛 你要是觉得委屈 那你当初就别生啊 我没有强求您帮我带孩子 但是只求您别在背后诋毁我行吗 还有您别忘了 当初是您求着我生的 说生下来奶奶疼奶奶养 前两年我孩子生病 我让您过来帮我带两天 您怎么说的 您说您腰酸被疼 我看您除了心不疼哪都疼 你怎么不妈说话呢 哥你都听到了吧 我早就跟你说这个女性也不好 我心眼不好 我唯一不好的是眼神不好 没有早点看清楚你们一家几人 行了别说了你 李超 你平时窝囊就算了 现在他们都欺负到你老婆头上了 哎哟我的乖孙女啊 你妈她就不让我来看你啊 奶奶是想你啊 妈 孩子长这么大 您是给她换过一块尿布 还是给过那一块糖 妈我来教育她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了什么心 现在她老了 不能帮你带孩子做家务了 你就想起我了 你如鱼算盘打得不错呀 你 婆婆 十年看婆十年看喜 先有好婆婆才有好儿媳 我当初需要您的时候您对我不帮不陈 现在凭什么要求我来善待你 所以现在请你们立刻马上 拿着自己的东西 从我这个外星人的家里出去 陈深 出去 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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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妈 你也是女人 为什么总是要这么无中生有处处相逼呢 难道你非要把这个家脚和三万才开心吗 你一个外人竟敢这么厉害 好 你不是想离开这个家吗 那我就给我儿子找个更漂亮 更年轻的 妈 你知道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 在我父母那 我也是他们的心头肉手中宝 结果嫁到你们家 我却要处处人让 处处受你们欺负 你们到底还要我怎么样 你就不能让他吗 他是我妈 你这样做有没有把我放眼里 我儿子肯定是向着我的 这里永远是我的家 你根本就配不上我儿子 如果让我儿子在我们两个之间选一个 那肯定是我了 李成 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对 我不会因为一个女人放弃我的家人 毕竟血缘关系是剪不断的 如果你们俩非要选一个的话 我肯定选我妈 女人嘛 没了我可以再找 你凭什么打我儿子 这一巴掌 是给我们的婚姻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我嫁到你们家这些年 苦苦的经营着这段婚姻 我不是再向你要过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我没有困欠你们任何一个人 可我换来的是什么呢 是你们一次次的辱骂和无止境的欺负 这一次我不想再忍了 但是从这个家离开的不是我 而是你们 这是我的家 你凭什么让我们走 凭什么 就凭这套房子是我爸妈给的家装 就凭你们吃的用的都是我的 就凭你身上这套衣服也是我给你买的 李成 我们毕竟是福气一场 我不想把话说得太难听 我也不想动手 所以现在请你们立刻马上从我家出去 家装 出去 妈 你干什么呀 你都整整两天两夜没回家了 家里的事也不管 饭也不捉 衣服也不洗 你像上天啊你 阿丑 我不是让你跟妈说吗 我爸生病住院了 我回去照顾他两天 不是 你们女人吵架 你瞅我干什么 你爸生病又怎么样 你是我们家的儿媳妇 这应该由我们家为主 你爸生病让你弟弟去 你杀套什么心呢 妈 你说这块也太过分了吧 孟爸爸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的 阿丑 这是你妈不讲道理 刚才她打我的时候你看不见 等过来我就回了她一句子 你就受不了了是吧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我爸养我了 你可闭嘴吧 反了反了 这个女人越来越被吊养了 妈是管不了了 儿子给她离婚 马上离 离婚 好啊 我早就想离婚了 这是我上周刚打印好的离婚刑事 本来我还想着给你们一个机会 现在看 没有必要 孟爸爸 我们俩过得好好的 你卷想过离婚 过得好好的 过得好的人是你爸 自打我嫁进你们家 我哪天不是干不完的家务过 每天还要被婆婆打 而丈夫又不作为 这种意思你跟我说这叫过得好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我妈她 够了 你妈不容易 那是你爸造成的 凭什么让我忍受所有的委屈 一个有担当的账 应该是平衡婆媳关系的有利桥梁 而不是像你这 只知道听你妈的 只知道跟你妈一起来指责我 你一个大老爷们 跟个没大奶的孩子一样 猛败卖 你骂我就算了 还敢骂我儿子 阿姨 我之前敬您是长辈 孙您是婆婆 所以我才忍着你 但是现在我都要跟你儿子离婚了 我为什么还要忍着你 儿子 这个女人留在家里 谁倒是个祸害 让他跟我过来 孟败卖 我告诉你 离婚可以 这套房子是我儿子的 城里那套也是我儿子的 城里那套房子 是我爸买给我的 凭什么给你儿子呀 还有 您不提房子我都忘了 当初这套房子写名字的时候 其实是你们母子俩传通好 把我的身份证藏起来的吧 那又怎么样 你还能把名字改过来 不管怎么样 我告诉你 这套房子属于婚后财产 就算没有我的名字 他也有我的一半 你们可以在这里上 我们发言准 爸爸 我们不能离婚啊 离婚我可什么都没有了 那是你活该 老人常说 亏欺者百财不入 余孝者百事不顺 阿诚 我告诉你 有福之女不济无福之门 这个婚 我离住 你会被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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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过 翻脸上 我出去 我不走 我你先让我走 这也是我家 你凭什么让我走 凭这房子写的是我儿子的名字 你一分钱不正 做我儿子的房子 花我儿子的钱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叫嚣 如果当初不是你们哄着我 这房子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 我又怎么会在家做全职态的 那又怎么要 反正这是我儿子的家 叫你鬼 你就快点鬼 妈 阿诚 这就是为什么 你开了 妈 我想回家 回家 你又和阿诚吵架了 哎我不是劝过你让你多嚷嚷他吗 再说了您的房间都给你侄子用了 我们家没你住的地方呀 回家的外人 娘娘的客人 这女人嫁出去 可真是无家可归了 以前还是给自己最大的底气 阿诚 这半门一直不回来 这家里的脏活累活谁干呀 妈您就放心吧 他离了我活不了 过两天自己就回来了 妈 这不是自己回来了吗 这会有骨气了 给我想象的回来要晚些 这两天你都去哪了 还学和打扮了 你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你先问我道歉 再求求我 我再考虑让妈 你请这个家吗 还买了 天啊 离婚协议书签了吧 离婚 莫范范你疯了吧 儿子 他说离就离 房子钱都是咱们的 我倒要看看离了你 他怎么活 也是 他现在什么都没有 离了我那肯定过不了 我看离了你活不了是你妈了 你看你们多么不自秦深 世界上没有谁离了谁活不了 房子也好 其他财产也罢了 都属于我们的婚后财产 就算离了婚 也有我的一半 拜拜 你做梦 律师我已经找好了 你们可以试试看 我能将她童话 就寄生于她 爸爸 你还说我不对 你说我 要不你传量我吧 我以后我肯定 得了吧 我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的鬼话 我也不想再看任何人的脸色 这离婚协议书你也是签了吧 我准拿回自己应得的 爸爸 都说嫁出去的女人是婆家的外人 娘家的客 本来我不信 直到嫁给女人这样的家庭 我才发现我是真的没有家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女人的底气 得靠自己去招 想要家 得自己去买 以后我谁都不会 只靠我自己 别再惊话 别让动物世界太佳 我们该露出照样 孟妈妈你什么意思呀 什么什么意思 这是我买的 凭什么要给你吃 我在外面工作累死累活的 你连个水果都不让我吃 你别太过分了 你累死累活的是为这个家 我看是为了你妈吧 我就吃个水果 你吃我妈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可是我花了八万块钱 娶回来的媳妇 就算我想要天上的香蕉 你都得伤入我地上 八万 你还真好意思说 你就是找一个保姆 一个月也得四千块钱吧 别说我一天二二四小时 围着你们家转 这还不算是孩子的奶粉 咱尿不起 你算算八万块钱够花几个月 不算吧 你是在过日子上 还是来算账的 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说这样的话还不是拜你们所赐 爸 妈妈回来了 哟 儿子回来了 老公回来了 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今天公司发奖金 我说买点东西给妈补补身体 我说让你帮我买的盖片呢 哦 我给忘了 我不是说我最近腿老抽筋吗 哎我这工作累死累活的 谁敢提的也跟点小事啊 妈 你别太累了 我付你去休息 妈 这个月发工资了 这卡你拿着 想买什么随便买 别不舍得买啊 行 妈真没白疼你 每个月都想的妈 老公 我这马上就要生了 能不能给我点钱 哎 你不是有这套工资吗 行了吃饭吧 这花一个月真把自己当祖宗了 是不是还得供给你啊 你不是有这套工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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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妈 多吃点 孟范范 我是听出来了 合成你连我妈的醋都吃 你没毛病吗 哦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也惦记我的钱呢 哎 我妈辛辛苦苦把我养大 我这的钱不应该给她吗 我看有毛病的事你才对吧 还有 从今天开始我每个月的工资也转给我妈 她辛辛苦苦把我养大 这也是应该的 你敢 哎 我有什么不敢 你的好儿子能给你 我为什么不能给我妈 班班 那么别这么计较 我们可是夫妻啊 夫妻 有我们这样的夫妻吗 我为你十月怀太深而入 我为你孝敬父母操拭家里 你呢 你做了什么 不仅没有感恩赖德 甚至对我连个好脸色都没有 你 你什么你 婚姻的本质是合作 是相互依靠 而不是一方一味的委屈求全 你要是觉得你妈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我只是这个家的免费保姆 那你跟她过去 别再惊花 别让动物世界太佳 我们该露出照样